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加快速度处理圣诞节大量的小型货物 从今年8月开始 Amazon就获得了美国政府部门的许可 可以在天上使用这种无人机来运送货物 Amazon Prime Air这个无人机 它最重可以运送2.2公斤重的货物 Amazon说其实他们送货的时候 发现85%的货物都是低于这个重量的 如果你是住在Amazon市营运区的人的话 你是可以提前报名使用这个无人机的运送方式 接着Amazon会确认你所居住的确确地址 是不是能够送的 假如是可以的话 当你在Amazon上面下定的时候 你就会得到一个估计的货物运送时间 还有提供给你追踪货物动态的资讯 无人机就会直接飞去指定的运送地点 抵达之后会降低飞行的高度 在安全的飞行高度盘旋之后 安全的把网购的物品释放到你家的后院 换好之后再次的提升高度然后飞走 目前挑选的加州试验地是一个很小的乡村小镇 大概只有3500位的居民 这个条件让当地成为很好的无人机送货实验场 另外一个也是德州休斯顿郊外的一个小镇 Amazon Air的发言人表示 他们的目的是希望可以安全的 向大家介绍他们的最新运货方式 无人机 所以就先从这些小镇开始实验监控 比较不会出以外 然后再慢慢把这个无人机的服务稳定化了以后 就会推广给更多的客人去使用 Amazon使用的是六边形的无人机 配有6个螺旋桨 这种设计呢是特别用来减少噪音污染 降低高频率的声波 但很多人还是会很担心无人机安全性的问题 会不会坠机啊等等的 因为无人机将来是要透过演算法 去控制他们避开障碍物 像是烟囱或是电线等等 测试阶段像现在 则是由真人的人工会在后面看着无人机飞行的视野来避免发生意外 疫情以来在家远端工作的革命对于喜欢躺在家里穿睡衣工作的人是一大福音 但是在家远端工作似乎对于美国大城市而言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虽然随着疫苗覆盖率增加 很多公司都已经开始回到大楼里面上班 美国在2021年的春天 办公大楼不再那么的空荡荡 但是跟2019年的时候状态比起来还是差多了 一个近期的分析就显示 即使是疫情已经趋缓的 2022年10月 还是有29%的美国人都是在家里远端上班 在纽约市金融公司表示 现在有来办公室上班的人只有56% 全职的远端工作虽然已经不如过去流行 但是这种弹性的工作方式证明了是受到非常多人的喜欢 最近的第一份报告显示 截至2022年年底将会有30%的工作天 都是以远端工作的方式进行 另外还有利用手机电信数据的一份报告 非常精准 就是去看城市里面的手机电信数据 就能够知道有多少人在城市里面活跃着 结果真的很少 当大家都不去公司上班的时候 城市的税收就会响低 每天如果只有50%的人工会从家里出门 去办公室上班 那公司就不会再想要去租那么大或是那么好的办公室 所以城市里的房价就会下跌 尤其是现在经济不好的状态 公司第一个一定是从大家已经不再喜欢来的办公室开始砍经费 旧金山的知名办公大楼很多洞都已经开始空出来 连纽约的Meta都大砍了400万平方公尺的公司面积 整个美国的办公室竟然就有47%是满的 所以以上的情形呢 都会转化成商业房地产的需求大幅下降 房地产本身的价值也会跟着下降 税收就会下降 政府就会面临到缺钱的问题 简单来说 远端工作对个人而言是很方便 也成为了一种流行 但远端工作实际上会对整体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 除了办公室本身的影响 附近的所有经济活动都会停滞 像是吃的早餐午餐晚餐酒吧 甚至交通等等全部的消费都消失了 交通方面的影响甚至有可能会导致大众运输工具 面临营运上的困难 在疫情的影响之下就已经很惨了一阵子 如果这会是常态的话呢 这些大众运输工具很难维持下去 也是有人乐观的认为说 远端工作迟早就会退流行 回归到大家都去办公室上班的日常 但是相对商业型房地产的衰落 搞不好也是住宅的新商机 因为越长时间待在家里 也代表大家会更愿意投资居家的环境 再加上大城市一直都有居住空间不足的问题 也许多出了一些办公空间 顺便可以来解决大家没有地方住的问题 游乐园的游乐设施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虽然一般人普遍都不太会在玩的时候 考虑这方面的安全问题 但是假如真的不幸 卡在游乐设施半空中的话 该怎么办呢 近期在日本大阪的一个游乐园 就发生了自由落体卡住的状况 而且卡住的高度还有50公尺那么高 但是这种特殊的情形真的很难应对 因为正常来说不会有那么高的云梯车 这次意外当中有一对情侣被困在了自由落体的设施上面 在上面待了4个小时才被救下来 照理来说大家会觉得他们只是被卡在上面 心态上觉得很恐怖而已 但是他们虽然没有外伤 最后被救下来的时候 身体状况很不好很虚弱 而其中受困的女生还在社群上面 发文讲她被卡在上面的感想 她说困在上面的时候 根本不会去想 就是对于这件事很生气 或是害怕的种种心情 因为单纯在50公尺高空吹冷风 真的冷到不行 全身发抖 有的时候甚至会冷到失去意识 最后被判断时 文在医院住了一个晚上 受困的4个小时期间 她也因为太冷 完全没有知觉 所以也完全不会想要尿尿 她下来的时候比较虚弱 所以才安排入院观察 男友的部分下来的时候还能走路 所以就让她检查过后提早出院 但是受困时失去意识的时候 两个人要在上面一直互相叫醒 对方避免睡着 有几年来 丹麦从来没有发生过抢银行的事件 因为在北欧国家 现金交易已经变得非常少见了 你想要抢到钞票 还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丹麦人几乎都使用信用卡 或是手机行动支付 在2022年的时候 丹麦银行还宣布 他们已经从害怕抢劫的地域当中解放了 在丹麦甚至只有20间的银行分行 是有存放现金的 而银行的总数 甚至也从1991年的219间分行 到现在只剩下56间分行 新闻报导说银行的分行数量 每年都会一直往下掉 在2000年的时候丹麦一年有发生过 221起的银行抢劫事件 到2021年抢银行一年只发生了一次 初期抢银行的人会转移他们的目标 从银行转到ATM 但是随着监视器和其他科技的保护 连这些都快要没了 所以现在呢 几乎都是转而到网路上诈骗 听见夏日就到这边结束了 再次感谢第一个赞助的 会员 一眼大年辞职 Jayson 你可以一眼网毛 还有你当安 Kee 还有ZZ 有希望几套一眼剧 支持夏日创作的朋友 可以在下方找到Patreon的链接 没有不同的会员等级 还有不同的服务 给大家参考 喜欢夏日的节目的话 欢迎大家多分享出去 或是在Apple Podcast 帮我留心情写下评论 对节目的成长很有帮助 那如果有时间的话呢 非常欢迎大家就收听 我们的另外两个Podcast 其中一个是 你有的陈测录星批判 你有时间更长的主题新内容 另外有话是听说动物 当然就跟大家分享动物的知识 就希望夏日可以继续 在每周四五跟大家相见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